我也知道單位的面積比較小 但我們一家三口都住 在工作上、生活習慣上都會有不同 所以就要求設計師做三間房間出來 至於風格上就沒甚麼特別大的要求 住在舒服就可以了 所以就交給設計師去幫忙 Hello Choco Hello 麻雀衰小 誤狀俱全 正正是用你這個單位 沒錯 Michael 三百多呎做得出三房兩廳 真的一點都不容易 又要有足夠的收納量 又要有空間感 那我都很滿意現在這個裝修 今集我們來到鑽石山的啟鑽苑 這個單位受用面積大約三百三十呎 間隔為三房兩廳 護主上在單位間隔出三間房 設計師亦都表示 在這個這麼有限的空間 要隔出三間房 是他面對最大的挑戰 當我們一齊看看單位裝修完之後是怎樣的 圓桿旁邊這個位置 設計師還特地製造L型組合櫃 這個L型組合櫃 除了提供充足收納量 中空位置還可以擺放出門口要用的物品 例如防疫物資 沒錯 而這裏就是電視機櫃的位置 電視機背牆用了火紋式設計 我自己最喜歡旁邊的玻璃展示櫃 除了可以增加空間感 還可以擺放不同的裝飾品 令到電視機櫃更加有個人特色 由於單位窗口集中在睡房這邊 令到自然光沒有辦法順利引入 造成環境陰暗這個問題 於是設計師就利用了玻璃透光這個特性 分別在浴室和睡房的門 加入了霧化玻璃的設計 不單止可以保留到一定的私隱度 還可以將室外的自然光 盡可能引入室內 除此之外 設計師都用了白色等等的淺色傢司 令到室內更加光亮 而且淺色的傢司 還可以很有效地減低壓迫感 身處在客廳就會更加舒服 對啦 Choco 其實我們說了這麼久 都不見有飯桌 如果吃飯的時候要怎麼辦 飯桌就在這裡 為了更加靈活使用空間 設計師就用了半隱藏式飯桌 吃飯的時候就可以拉出來 坐在這裡吃飯 吃完飯就可以收回 可以有更加多的走動空間 另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們的要求 設計師都很認真地對待 例如有一次我們提出了一個想法 設計師都很細心地跟我們去解釋 也都會很盡量地配合我們 感覺都很好 廚房這裡原本只有一個造台 在空間利用和受控性方面都諒言不足 所以設計師特意在這裡做了一個L型曲尺台面 再分別做了上下廚櫃 利用金色邊框做修飾 簡潔得來同時帶有高貴的格調 不要看浴室好像很細 其實設計師發了很多心 首先浴室除了沿用廚房的設計 還做了一個弧形條紙的玻璃門 令浴室添上一份櫃氣 然後設計師為了增加浴室的收納量 改變了洗手盆的方向 令到刺櫃可以變得更加闊 擺到的東西就自然更多 最後洗手盆原本會有一條名喉拉出來 令到很不美觀 設計師就在那裏加了維生 做修飾 整個浴室的設計就完整得來 又英俊了 我們有一位親戚 其實就認識你們公司 都有讚過你們公司的服務 手工都很好 我們有參考過你們公司的資料之後 又有很多參考單位 覺得你們是會做到我的要求 所以就找了你們來幫忙 這裏就是我的房間 為了更加折散空間 設計師就做了一個半開房式的設計 利用了雙拓門 去另一間房間可以自成一角 床下面有一個收納空間 床上面都有些吊櫃可以放我的衣服 師傅都很好 很有線 都會主動跟我們打招呼 我們有問題問他們的時候 他們都會解答得到 爸爸房這裡有別於客飯廳的淺色風格 利用了深木色 去延造沉實穩重的感覺 而在床頭上方也都加了一個吊櫃 增加收納量 而在中間位置加了一個燈槽 給爸爸擺放一些飾物 增加個人的特色 而在這個cushion床頭板的位置 設計師都沒有浪費 拉開就是一個儲物空間 可以擺放一些雜物 這組大型的衣櫃連接著書桌 靠近書桌位置做了一個層架 讓爸爸擺放一些書和文件等等 方便他在家工作 這裡就是媽媽的房間 也是我們全家人最滿意的地方 我看到房門很特別 這裡不是用了一般的房門 而是用了折門 折門的好處就是 可以提高空間的靈活性 達到增加活動空間的作用 對呀 除了房門之外 房裡面的設計也很好 媽媽的房間同樣用了 淺色雲石紋做主要的設計元素 和客飯廳做到呼應的效果 而床頭櫃和床的櫃桶 特別用了深綠色的物料 做了一個拼色的效果 提升設計質感 這個倒頂衣櫃除了增加儲物量 櫃桂門裡面還做了一個全身鏡 方便襯衣服和整理而容 省位又實用 因為今次裝修每一個部份 我都很滿意的 有了我想要的元素 如果將來我們再有裝修的需要 都會找回你們設計情報中心 也會推薦給侵入職友 想知道我們的工程限額滿了沒有? 那就要看看設計情報中心的DIC開單 及工程統計圖表 設計情報中心還有自家設計師和裝修團隊 並不是平台式經營 務外已準時和高質素的服務 令客人對我們有更大的信心 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著緊每一個步驟 確保工程質量 每一個部門進行的每一個步驟 都必須遵從我們的公司管理文化 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ISO的指引 由於設計需時 為了確保工程的質素不受影響 所以設計情報中心不會攬接工程 跟此設有接單量的上限 每一位來到門市和設計師會面的客人 都可以由DIC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 看到工程的統計圖表和分佈地圖 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 現在有多少單在負責的工程 所有的資料都可以實時更新 顯示現有工程和上限的比例 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 設計情報中心就不會再接受新的工程 確保我們的團隊能夠以最高的水準 去做好每一單工作 正正是因為我們有這麼高水準的管理 以及堅拒攬接工程的服務精神 所以我們才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的室內設計 和裝修一條農服務公司 如果想了解更多 歡迎瀏覽DIC的網站 網站上面除了有近千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 和近2000個有價目的參考個案 不斷持續更新之外 還有大量真實設計和3D效果圖 而每個個案 在網頁底部都有單位價目參考 DIC的每項工程步驟 都必須嚴格遵循三大國際ISO指引 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 環境管理體系 和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 設計情報中心是註冊小型工程成建商 進至工程有限公司 持牌進行相關的裝修和小型工程 而且DIC還推出了自家會員計劃Dpoints 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給客人使用 只要登記成為會員 無論日後是自己裝修 還是推薦親友選用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Dpoints積分 凡是DIC的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號碼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Dpoints積分 就算推薦人未曾慰顧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Dpoints會員 而且推薦親友開單 並且在發票上著名推薦人的姓名 和Dpoints會員編號 在裝修完成後 推薦人都可以獲得Dpoints積分 客人可以透過Dpoints內積分 換令各式各樣的禮品和服務 現在就馬上成為Dpoints會員 一起贊取無限獎賞